疫情底下就是連非官方的一些機構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最新的控制和公共 因為當中就是講述 就是中芯因為疫情就不會對外開放 只會提供會員的有限度服務 當中他們都有機構因應疫情就會有一些措施 那可能是叫失明和聯絡方法登記 口罩和量體溫 就是有要遵守這個政府頒定的限制令 就是禁止群組聚集 那當中他們的公共也都寫得很清楚 他們的條文和所有探及近 涉及的一些準則 還有罰則就是違反者就會被罰 押罰款2000元 所以他們也會有些信任的 那些人很會被罰 然後把某文章的行為